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不过还在关注我的小伙伴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 因为今年开始我因为换了工作 然后工作性质就会比较忙一点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说给大家录很多视频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正好有了一些空闲 所以就打算这一两个月呢给大家多录一些视频 我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穿搭了 然后上一支我的包包分享应该是 Givanchi Antigona 这一次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支包 就是Burgary的这一个舌头包 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开箱测评 我买的这个舌头包呢它是属于小号的 给大家近看一下 我买的这一支就是这个酒红色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支包的点呢就是在于它这个最经典的舌头设计 虽然像Gucci啊还有一些其他家的牌子像Alexander McQueen 它们都有一些就是特殊的比如说舌头的或者骷髅头的这种设计 但我觉得宝格利家的这一个五金是设计的最好的 毕竟宝格利其实它本来就是意大利的珠宝品牌 所以它对于五金的要求和材料都是应该是行业内比较数一数二的 然后它这一个舌头呢 这个绿色的眼睛它是用绿宝石做的 然后旁边它这一个黑白的是黑白发廊 所以就整个质感看起来非常好 另外这一支包呢它的那个皮质是小牛皮的 所以也相对来讲比较好保养 也不太容易有划痕 我这个包最近已经背了快两三个月了吧 然后现在觉得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划痕 所以其实还是一支比较耐操的包吧 然后我购入的这一款它是酒红色的 其实它比较经典的像宝格利 它比较经典是属于那个绿宝石 好像是叫绿宝石色的那个色号 毕竟它和这个绿宝石是相互印衬的 但我觉得这个红色呢就比较容易搭配 它既可以春夏和一些牛仔裤搭配 又可以秋冬和大衣搭配 而且我很喜欢这一个酒红色的质感 大家可以感受这个黑白绿和红色 这样搭配起来都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是想说一下它这样一个链子 我这一个因为是小包 它就只有单链 然后大家细看这个链子 它其实是有一种蛇身的感觉 所以跟它这个舌头的造型是相互照应的 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巧妙的 另外它这个链子呢 比较细心的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伸缩功能的 比如说你是觉得这个链子太短了 你其实可以把这一个 它这里面有一个扣子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你看这样子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相对伸长一点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有这样一个多余的长度来给你进行调节 不过就最短最短 它也只能是把它扣起来的这样一个长度 因为我现在身高是一米六八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长度呢 我鞋胯会比较合适一点 如果单胯的话 就是算是这个最短的长度 可能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长 可能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包包 能够在腰部和屁股上面一点点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店里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长度合不合适 另外呢我还很喜欢它的一些细节设计 就比如说它这样一个包扣上面 它都有印宝格丽它自己家的这个标志 包括这个包包后面 它也有这样一个宝格丽的镀金的这样一个文字 就整个给人感觉都非常精致 然后呢它这一个包包 其实里面它有附送一个专门的 宝格丽的小镜子 另外它还准备了这一个包包的雨衣 所以如果你在下雨天的时候呢 把它带在包包里面 然后可以把它套在外面 就不会怕包沾湿水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设计都还是蛮贴心的 然后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包包的容量吧 这个包包它的容量 其实没有它看起来的这么宽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凹陷下去 所以它能装的物件的宽度 没有包包的这个宽度这么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所以一般我会装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机 我这个手机是6S 但我觉得plus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再是一个卡包 这个装进去也是没有问题 我还会随身带一包纸巾 大家看 就是这样能装的进去 还有一个随时补妆用的口红 可以随便放进去 然后再是随身的钥匙 也是可以找到地方 基本上我出门用这个包的话 我就是带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包一般我就是用去 出去逛街会用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放了这些东西之后 这个包包大概就是 基本上已经装满了 可能最多再可以装一个粉饼 所以就是总体来讲 这个包包不算能装 但是如果你只是平时 出去逛街用的话 还是足够容量的 因为这个包包的宽度不够宽 所以如果你想放进你那种钱包的话 比如说我这一种短款的钱包 就有一点困难 这种大小的钱包就是完全没办法了 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提供一些 这只包包的搭配灵感 因为我觉得这只包还蛮百搭的 它既可以和休闲的装修搭配 也可以在正式的场合配一些穿搭 包括夏天冬天 我觉得都是可以找到相应的搭配方案 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一套 就属于比较休闲的 这上面是一个oversize的衬衣 然后我下面穿的是一件牛仔裤 然后这一个包我是采用斜胯的方法 因为斜胯就会给人一种很休闲的感觉 然后它斜胯之后呢 这个长度正好在我的胯这里 所以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 另外呢这个包包它又是红色 然后我整身搭配可能就会比较素 然后这只包包正好起到了一个提亮的作用 所以对于整身搭配来讲 也是让它更加完整 第二套呢我就选择了比较正式的一套穿搭 这一件是我平时上班会穿的 然后出席一些正式场合 也会选择这种类型的连衣裙 然后现在这个包包呢 我就选择了单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胯的时候呢 它就比斜胯的长度要长一点 它就会在我屁股这里 刚刚斜胯就是在胯这一边 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这个长度可能过于长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手包 把这一个链子放进去 它就变成了一个手包 你就可以这样出席正式的场合 把它拿在手上 然后最后一套呢 就是比较秋冬的一个搭配 像我现在已经换上了我冬天穿的这一件灰色的外套 然后我也是采取斜胯的方式 这样子就让整个灰色的外套有了一些更亮眼的颜色 当时在买的时候有考虑是买红色 还是买它那个最经典的绿宝石色 但后来我就对比发现 那个绿宝石色其实就是百搭程度 没有这一个红色来的容易 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些搭配 然后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吧 那今天对于这一只宝格丽的舌头包的测评就是这一些 希望能给大家的购买提供一些参考 我当时是在香港的宝格丽的专柜买的 然后价钱大概在港币一万六一万七左右 现在在网购平台上好像还没有看到宝格丽家 在哪一家网购平台有卖这一只包 所以也没办法给大家购买链接 可能我也建议大家去专柜购买会比较保险 因为这只包上升效果跟你想象的其实还有一点不同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想买那一只最经典的绿色的这个形状的包 后来我上升之后觉得还是这个红色更加百搭 更加合适我的一个穿搭习惯 如果大家还喜欢今天的测评的话呢 请给我点一个赞 之后呢 之后一两个月吧 我会尽量给大家录制更多的视频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内容的话呢 也欢迎给我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可以看一下这个包 现在的楼梁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complementary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个案